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我爱你 我不能离开你等等的男神 都是非常不靠谱的 因为这类男神嘴上总是说得很漂亮 但却从来不会做出实际行动 所以中年女人最不会倾心的男神 不过于花言巧语没个停的男神 张小贤曾经说过一句话 大意是 女人想要的其实很简单 无非是很多的爱和很多的安全感 和女人相处 一定要抓住她的情感需求 给她想要的爱情 你的念念不忘才会有回应 尤其是对人到中年的女人来说 礼物和鲜花已经不再能够打动她的心 只有相处时给她足够的安全感 让她心安 她才会甘心情愿付出真心 如果你已经下定决心 想要撩动一个中年女人的心弦 那一开始你就不要在她面前 做出任何轻浮的举动 聊中年女神 做好三件事就足够了 很简单 第一 你应该彬彬有礼一些 你也应该有最起码的绅士风度 这其实也就是 贡献中年女人心的有效方法 一性男人千万不要一见到中年女神 就跟苍蝇见到肉一般 火急火燎的就往上冲 你要知道 你的这种行为在女人眼里 不亚于是一种骚扰 她会觉得你完全没有一个男人的镇定和克制 再讲得直白一点 你不像是见过世面的样子 所以就显得十分掉价 你需要做的事情 就是保持你的得体 然后适当地跟女人寒暄几句 假如对方要是对你所提出的话题感兴趣 那她自然而然会愿意跟你继续交流的 不过 就算你没能顺利让女人为你敞开心扉 那也不要气馁 要知道中年女人大多都是有话直说的 她要是真的不喜欢你 那肯定会直接告诉你 所以如果直到你们对话结束 她也没有表现出任何的不耐烦 那也就是证明你还在女人的考虑范围之内 你还有机会复活她的芳心 第二 一个男生在聊中年女人时 除了不能太过于冒失之外 还不能表现得太幼稚 不要用小男生的方法去思考 以及解决问题 比如一个中年女生问你 如果她以后跟你结了婚 和婆婆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你会怎么办时 你不要说手心手背都是肉 夹在中间很难受 帮谁都不对的这种 无关痛痒的场面化 你要明白 中年女神同样也需要安全感 所以 如果你连在处理这种 大概率会发生的问题时 都如此推诿 那她根本不敢想象 嫁给你之后会过得多么憋屈了 说到底 你要是永远以一种 长不大的状态活着 那你肯定会过得很不自在 也很不痛快 因为你常常会出错 搞得大家都不愉快 而这样的一个你 又怎么能够让一个 见识过大风大浪 并且是在大师大飞面前 坚持自我看法的中年女神 维持心动呢 在中年女神眼里 你充气量不过就是一个 幼稚的大男孩 平时跟你查科打混 或相接解闷还行 要是真谈恋爱 那谈每天的狮子 估计就是鸡飞狗跳的 不得安生了 所以男神 要是不想在中年女人那里 开场就出局了 那就不要表现得太过幼稚 无论是在思想上 还是行为上 都应该成熟一些 第三 男人要记住 聊中年女人最忌讳的事情 就是想当然 不要把你的观念 强加于中年女人身上 更不要以一种恶意的想法 来揣测中年女神 比如中年女人 大了这个年纪 还没有谈恋爱 或是没有结婚 不是因为她没人要 而是她懂得 宁缺勿乱的道理 所以你不要将自己当作是中年女人的救世主 好像你看上了她 她就得对你感恩戴德 而她要是拒绝了你 她就是十恶不赦 说到你 倘若你要真是这种狭隘的男神 那中年女人看不上你 也是情有可原了 毕竟谁都不想上赶着给自己找晦气 摩哥瓦就说过 在幸福的婚姻中 每人应尊重对方的趣味与爱好 以为两个人可以有同样的思想 同样的判断 同样的预愿 是最荒唐的念头 婚姻也好 恋爱也罢 其实都是一样的 不要把自己的观念 强加于对方身上 尊重女人的思想和选择 才能得到女神 同样的依恋和爱慕 总而言之 聊中年女神 首先要做到的 就是拒绝套路 你要知道姐姐们都是过来人 所以男人的那些烂招数 他们通通都见识过一遍了 你还是要顾忌重施 那就显得是不识好歹了 其实聊中年女神 还得在他们展现出自己成熟 且理智的那一面 你又不是三岁孩童 早该舍弃掉自己的幼稚了 最后 男人一定要学会尊重中年女神 不要理所当然 自作聪明 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 希望这个视频能给大家带来帮助 如果觉得对你有用 别忘了给小红点个赞 或分享给身边的人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才能更幸运的观看 这是一段时间发展的 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 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 总程度拍摄